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2月25日 星期四 早上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談談疫苗外交的情況 話說最近有很多國家都熱衷參與疫苗外交的競爭 包括中國 俄羅斯 和印度等等 西方國家看到這樣的情況 開始有所警覺 法國總統馬克龍甚至認為 歐洲國家應該自行向貧窮國家捐贈疫苗 而不單靠世衛組織的框架進行援助 至於匈牙利成為第一個歐盟國家接受中國製造的疫苗 匈牙利也已經買了很多劑的國藥疫苗 甚至乎匈牙利總理奧爾班還說明 說他自己也會接種一份 但是當地的民眾就不是這樣想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說一下匈牙利的情況 目前匈牙利已經成為了歐盟第一個國家 批准使用中國製造的疫苗 匈牙利買的大陸疫苗是國藥製造的 香港就沒有份打 澳門就有份打 匈牙利方面同意了 在未來四個月採購500萬劑的國藥疫苗 足夠250萬民眾每人接種兩鑊 其實在買國藥之前 匈牙利也已經引進了俄羅斯製造的疫苗 為什麼他們會批准使用中俄的疫苗 其實是他們很心急 他們本身說要買歐洲製造的疫苗 不過由於貨源真的很緊張 所以他們轉移了向俄羅斯和中國賣手 結果中國又肯賣俄羅斯又肯賣俄羅斯 所以他們索性用中俄製造的疫苗 根據美聯社的報導所說 有一項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 只有2成7的受訪者說會接種中國製造的國藥疫苗 有4成3的民眾願意接種俄羅斯的衛生疫苗 有8成4的民眾願意接種西方所生產的疫苗 所以從這個民意調查結果就顯示出 究竟匈牙利人對於不同國家所生產的疫苗的信心程度去到哪 大陸那個是最低的只有2成7的 其實這個結果香港人看起來也很正常 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匈牙利政府就不是這樣看 因為他們一買就已經買了500萬劑了 到底那個接種率是否能夠達標呢 就很視乎究竟當地人是否相信這款國藥疫苗 如果那些人都不相信 你不能夠強迫他們去打 所以匈牙利政府就很大力推動這款國藥疫苗 好像做了大陸疫苗的代言人一樣 比如說匈牙利的總理奧爾班 他就聲稱他最信任那款就是中國製造的疫苗 他又說自己是會注射國藥疫苗的 當然到底他打了沒有呢 現在這一刻就還未曾打的 到底他會不會像林鄭那樣現場直播打一拳 使得當地民眾會相信呢 但是顯然匈牙利政府和匈牙利民眾對於中國製造的疫苗的期望 是有很大的落差的 政府就很相信 但是那些民眾似乎就不是太過相信 但是無論接種的成績是怎樣也好 其實匈牙利就已經為中國製造的疫苗 在歐洲國家打開了第一度的缺口 到底中國的疫苗能不能夠再軟消到其他國家呢 暫時就未知 但是起碼現在就和歐洲的國家做成了第一單的生意 打響了頭炮 那麼匈牙利其實他又很急於要重啟的經濟 所以就是各取所需的 其實匈牙利政府在過去幾年間 就已經展示出一種很濃厚的親中色彩 匈牙利本身就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帶一路倡議國 和中國在當地就有很多基建合作項目 比如說翻修這個空塞鐵路等等 全部都是價值不菲的東西 而且匈牙利總理奧爾班就曾經說過一些關於中國的說話 而這些說話就被外界認為是相當辱麻的 他在19年的時候就說到歐洲人普遍都認為 匈牙利人就是匈牢人的後代 雖然還沒有確實的史料根據 但是他就相信這個說法是真確的 因為匈牙利人的姓名都是姓氏擺在前面 名字擺在後面 毫無疑問匈牙利民族的祖先就是來自亞洲 是東方民族 奧爾班曾經說過這些說話 其實那種辱麻的程度 僅次於蔡爾維總統武帥奇 他說這番說話的時候 連很多大陸的網民都認為 搞長這樣的應祖歸宗鬧劇出來 因為其實在歷史學界裡面說 匈牙利人究竟跟匈牙人有沒有一個直接的淵源 是沒有一個很充足的史料證實的 純粹是一個傳說 但是奧爾班不要理了 先拿出來用著 可能純粹是要跟中國攀關係 其實奧爾班說這番說話 又不能怪他 因為他本身又不是從事學術界的人 他是一個政治人物 他說這些話是不需要證據的 而且他只是說一種感覺 所以他專門說這些說話 無非就是哄大陸政府開心 大陸政府聽到我相信也很開心 所以奧爾班就是很會做 他就是給足面子大陸政府 其實他所做的事情 跟武士奇做的事情差不多 只不過武士奇就比奧爾班更進一步 尷尬你的國旗 然後我們看看到底疫苗外交的情況發展得如何 原來現在大陸政府和印度政府 就分別向多個國家捐贈了很多劑疫苗 當然那些疫苗有沒有成效 就一回事 但是起碼那些貧窮國家落後國家 拿到一批不用錢的疫苗回去 起碼可以向民眾邀功 有得打就好過沒有 其實那些國家都沒有什麼耳鑑能力 你叫他去買他都未必有錢 也未必捨得花這筆錢 反正有人送他就不怕打 到底中國和印度分別向哪些國家捐贈了疫苗 我們說的是有競爭的國家 比如說是斯里蘭卡、尼泊爾、緬甸、阿富汗 這幾個國家其實都是跟中國或印度有接輪的 所以這兩個國家根本就是爭取周邊國家的支持 當然他們就不會承認 他們純粹說我們捐贈這些東西不會有政治目的 說出來也沒有人相信 不過他們說就是要這樣說 在剛才提到的幾個國家裡面 其實印度所捐贈的疫苗數量 就是遠遠超過了大陸 到底大陸會不會急起直追呢 我相信就會 因為這個疫苗外交已經變成了一場競爭 反正他都捐開了 如果捐一下不捐 被人領先的時候 你變成原先捐的就好像說太少了 人家就覺得他要多謝 就是多謝捐得多那個 所以就會鬥大 我相信是會繼續捐的 當然捐之餘也會賣 其實大陸已經向二十多個國家 銷售他們所生產的疫苗 又有人肯買 總之有些國家 其實買不到歐洲或者美國所生產的疫苗 他就開始會向其他國家賣手 因為大家都想盡快平息這個疫症 反正到現在 有部分國家看到哪裏有貨 他就去哪裏入了 所以引發到法國總統馬克龍就開始很緊張了 他在G7會議上說到一件事 他就呼籲歐洲國家應該為發展中的國家提供疫苗 否則中國和俄羅斯就會在這場疫苗外交戰場上取勝 他還警告 如果西方國家不向那些落後國家 免費無償援助疫苗 這些國家將會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 被迫向中國或者俄羅斯購買疫苗 而他所說的這件事已經是成為一個事實 是正在發生的了 匈牙利就是這樣 有很多窮國就是這樣 但是西方國家本身也是陷入了在一個兩難裏 他們自己都未曾打完的時候 自己的經濟都未曾重計得到的時候 他又有多少能力捐助疫苗出來幫助落後國家 他一定要先顧及自身的情況 他才是有能力去幫助人 如果自己都未搞定或去幫助人 分分鐘自己的經濟都會拖累 所以這就是兩難 而且產能不能一時三刻突然之間爆升 所以我相信在一段時間內 中俄都可能會在疫苗外交戰場上領先 是不奇怪的 但是你捐得多疫苗出去 或者賣得多疫苗出去 是不是代表那些國家真的感恩 還是他純粹是一個lib service 他只是說 比如說武薛奇或者奧爾班 到底他的骨子裡是否真的親中 還是純粹是為了利益 他專門說這些話出來 比如說奧爾班 他真的相信自己是兇奴人的後袋 我估計他心那一句都未必敢想 他純粹是為了取悅大陸 而是專門說這些話出來 所以到底能不能夠拉攏這些國家 我覺得成效不會完全沒有 但是也很視乎其他因素所影響 很多西方國家參加了世衛組織的疫苗分配計劃 這個計劃目的就是要確保 各國可以公平地取得疫苗 這個計劃其實純粹是收錢 那些國家沒有直接捐出疫苗 這個計劃的問題在於哪裏呢 就是那些落後國家 發展中國家 他們在收到世衛組織捐出來的疫苗的時候 其實他要多謝誰好呢 世衛組織就是一個國際組織 不是從屬於任何一個國家 所以就算他收到這些疫苗 他都會覺得這些是老蜜鳳那種 因為你給他是天經地義的 你說要確保得到各國是公平取得疫苗 那你就先進國家貢獻給這個落後國家 所以他不會特別是對於某一個國家 是有一個感恩的 甚至乎說有些國家捐款很多 不關事的 因為這個是世衛做的事 不是那個國家做的事 所以為什麼馬克龍這麼強調就是 歐洲國家是要直接向那些落後國家援助 就不用經世衛 因為當西方國家直接進行援助的時候 那些獲得援助的國家 他肯定會記得你曾經幫過他一把 所以我覺得馬克龍所說的事是有道理 只不過現在西方自己都未搞定的時候 就會陷入了一個困局 其實最搞事都是拜登 他就承諾在2022年之前 會向這個世衛組織的疫苗分配計劃 提供40億美元的捐款 他就聲稱要重啟這個所謂的多邊外交 他就猛烈地批評特朗普總統搞那種單邊主義 問題就是你重返了世衛之後 原來你又去捐40億給這個世衛組織搞這些什麼疫苗分配計劃 你本身都有藥廠 為什麼你不直接捐呢 現在索性直接送錢給這個世衛組織 還有就是拜登聲稱要搞多邊主義 結果現在這個疫苗外交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 美國是沒有份參與的 那你怎麼質疑特朗普總統搞那些事情 結果你拜登上任之後還要搞到一塌糊塗 你搞那些什麼多邊主義搞得怎麼樣 搞得一窩足 當中國俄羅斯和印度都在爭商捐疫苗出去的時候 美國你拜登捐了多少劑呢 所以你其實就是在搞特朗普總統口中所說的美國優先 你又是要優先處理美國本地的疫情 那你當初不斷罵別人這個美國優先是搞單邊主義 你自己上岸之後你也是在搞這一套 好了這一節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拜拜